曹爷爷您好 就是刚才听了你跟夏奶奶的那个故事嘛 我觉得特别感动 只有这一副 欣欣也能够表达我此时的心情了 我觉得特别美好 特别心 我看见 我看见 这年轻人表达自己心生的方式 对 非常高兴 那像我自己呢 其实我大概有恋爱七年的时间 但是我还是蛮难想象啊 像您这样恋爱快七十年 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现在跟夏奶奶相处的一些日常吗 你现在是要挖八卦新闻了吗 对 你知道刚才一个照片 我给你们 我能讲个故事吧 你说 刚才一个照片 就这个照片 我是三年以前 我们带了乐团到美国去演出 然后我们到这个Sendiago海台上 早上我们俩去散步 我的外甥 抢了一张照片 他也不跟你讲的 然后在去年的4月12号是情人节 他说爷爷 他叫我爷爷奶奶 你们两个坐下 我有几句话要讲 孩子现在能跟老人讲话这都好啊 这个好 我们俩乖乖的坐下 结果他就 大概比这个小吧 大概有四分之三 他拿进来了 他妈妈都不知道 我们全家都不知道 他三年以前照的照片 他自己洗好了 当然到照汗馆里 做好了架子 一切都做好了 他藏起来 用布盖好 就那一天 他拿来了 爷爷奶奶 这个照片是献给你们的 那个照片也是您收到的 就是那一天 第一份情人节的 但是是晚辈送给你两位的 这就更有意义 更有意义 所以凡是有家长带来孩子去 我要介绍这些照片 所以年轻人别老想着 老婆自己过情人节 你看看 这家里晚辈做的这一件事 一下子让长辈心里多暖 谢谢